南韓饒舌歌手Bignardi 今年6月时应在公演途中 突然冲到后台与女友接吻 而引起大批粉丝们不满 而近日他出演网络节目时 也谈及了此事 并在录像粉丝们致歉 即将节目中主持人询问他当初公演时的心境 他解释当时表演的歌曲 是前一天才完成的 对于歌曲的感情还很新鲜 并不是事先计划过的行为 而是自然呈现在台上的表演 对于年轻而冲动的行为我感到很抱歉 之后提到即将发行的新曲Vancouver 2 以及过去曾发行的Vancouver 他表示两首歌曲中所提到温哥华女人 和女友是同一个人 据西兰人从9岁开始就是朋友 至今已认识12年 目前正在谈远距离恋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